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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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這條影片主要是講 走老袋的 其實是我寫完 我幾篇馬例的經歷 之後IG有朋友 訊息我 想我講一下走老袋 因為他太太也有了 其實我在生之前 其實我拍了一條影片關於走老袋的 但是 我生之後就發覺 我的走老袋帶過去 就是太多了 其實真的要用到的東西 就沒有那麼多的 所以我現在就重新拍過一條 究竟是我醫院 真的用過的是什麼 那好吧 第一樣就是 其實那時候我在胡協 就買了一套 走老袋的套裝 迷你的走老袋套裝 裡面就是有網褲 有尿箭 有鏟虎衛生巾 還有一個下體的沖洗瓶 那時候我格格的價 胡協買是最便宜的 所以就在胡協買了一套 我們現在講 裡面有什麼是用得著的 有什麼是用不著的 那第一樣是說網褲 那網褲呢 其實我那包已經丟了 我只是用過一次的 就是在我生了之後 第二天有姐姐會過來幫我換褲 那就是 鏟虎衛生巾 這一支 鏟虎衛生巾 那鏟虎衛生巾 這支 它很長的 而且是一塊 我沒有買扣的 那我也是鏟虎 用了一次 就是姐姐和我換的時候 鏟虎衛生巾 那是我用的 因為我沒有帶其他M巾 那你看紅哪需要墊 那我不知道 那時候就先用它來頂住 產後用了一次後,我沒有再用過了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另外準備了安稅褲 其實我買了幾隻牌子 這個是我用剩的 其實我都很推介大家用安稅褲 因為其實代替產婦衛生巾 因為第一,你帶少了下巾 另外就是換完,就丟掉了 其實很方便的 那時候我見紅 後來我用了兩塊產婦衛生巾之後 我都照樣轉換安稅褲 因為實在太方便了 因為實在太方便了 所以我都很推介大家用的 我就算回到家,我也有用 在我惡露學多的,我也有用的 一直用到少了,我才轉換下巾 那其實它會給… 第一,你不怕你,你不怕你扭 第二,它會方便 那我也挺推介的 那第三就是尿箭 尿箭 其實尿箭 尿箭就更加不需要的 因為其實醫院的床 它本身床單下面是包了防水箭 那所以,有看我瑪麗的經歷 都知道她弄了一個我粒中斗 待會和你換片 她弄了一個我粒中斗,流到整個床血 所以後來,醫院的姐姐是幫我整張床單 連同床墊一次個換 那其實是OK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真的很需要呢 我就覺得不是真的很需要 反而走路袋套裝裡面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下體充洗瓶 那因為,其實無論你順產或開刀 其實你都要是有惡露要清洗的 那你每次去完尿尿的時候 那你其實最好都是用這個來清洗一次 那醫院的床墊是有冷熱水供應的 那你多數我會開一支的暖水 就每一次都沖 那其實它很簡單的就是 它都是一個蓋 然後這個扭開它 這個就這樣 很簡單,這樣扭開它 接著之後裝好 然後吸好 然後它這裡有點洞 窿窿 那這裡有些 псих法 然後就每次都這樣 向上溝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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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親 我 fro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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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我由醫院一直用得… �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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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都覺得是應該要洗的 因為其實始終都是血 洗了會比較衛生 洗了會舒服很多 所以這個很重要 就算你不買的套裝 你也要買這塊東西 好了,我們先換了片片 接著就是尿片 尿片我建議大家整包拿去 因為初生一天用很多條 其實都換得很密 你一包就不用猜 你自己要放的一條 其實它一包很細包也很方便 另外就是 初生尿片有分0號 還有NB 就是Newborn 那時候我只準備了NB 因為出生的時候 是6磅6 其實都適合尺寸 就算你再小一點也不適合 其實我是聽其他媽媽說的 就算你穿上去 就算你穿上去 其實一定是大的 一定NB也是大 它會穿上去 其實你穿上去的尿片 然後你包好之後 在這裡摺下來 只要不遮住 肚子就可以了 接著就是 這個屁屁膏 我們要戴的就是屁屁膏 或者是戴凡事樓 那我就是戴這個 因為我只是使用 小小小 他出生之後 每一次換片 我都有跟他擦 嗯 對 但是回到家 我就轉了 用凡事樓 因為就是 如果整天都用屁屁膏 每一次都用的話 那寶寶會 會依賴他的屁屁 到時就會有 怕他 如果我一天不用 他屁屁就會紅 所以這個就變成 我看到他紅了才用 如果不紅的話 我就用 反思 那這個瓦神士 或者藥房 都可以買的 藥房是便宜很多的 之後呢 就是屁屁用的濕紙巾 那我就用這隻牌子的 那因為 因為聽不懂的牌子 就是最厚身 和夠濕的 那所以我就買了它 那我就整大包拿過去的 但是其實是很重 而且是用不了那麼多的 那所以呢 看看你們會不會 考慮可以買小包裝拿過去 那因為我沒有用過其他 所以我比較不了 那我就只買了這隻牌子 那如果 你們有其他牌子 可以推介我的 可以告訴我 那之後就是 對了 就是 面紙 或者是廁紙 我就覺得呢 其實 拿一樣 隨便拿一樣就可以了 要是拿廁紙 要是拿廁紙 因為其實是用不了的 用臭 然後用臉紙的 去完廁紙都可以 而且它抽出來比較方便 你不用撕斷它 那所以其實 你兩樣試人 第一樣都可以 之後就是 毛巾 牙刷 洗澡用品 那 我也建議三樣都拿的 那毛巾牙刷 就一定要 那就算生完之後 也要洗臉的 那另外 洗澡用品 我也建議拿的 因為你入院的時候 就不一定是馬上可以的 那其實 生之前 你見紅自入院 可能要等 要等的嘛 那我就建議就是 因為 除非你是 生之前 我生之前 我都沖了兩絲進去的 但因為你不是馬上可以生 到你覺得自己差不多可以生 你見紅之後 開始有陣痛 你都可以去洗澡的嘛 一定 一定要洗澡 你會有時間去洗澡的 所以 你最好在生之前 你最好真的 洗澡才去洗澡 如果不是 你會很辛苦 所以我就建議 你一定要帶洗澡的東西 生之前去洗澡 那另外就是護膚品 和潤唇膏 那護膚品 都是一樣 其實生之前 洗澡後 洗澡後 但其實生之後 你都不會有空去洗澡的 因為你睡都不能睡 那但是 潤唇膏 我就 很特別地說我要帶的 因為其實呢 你腎痛的時候 你要鼻吸口敷 那你的口會很乾的 那也都不是經常可以喝到水 那所以 如果你塗了一張潤唇膏 你的口會沒那麼辛苦 會舒服一點 所以其實 可以帶的就帶了 另外就是一些髮夾 頭褲 和摘頭髮的橡筋 這些其實很濕碎 但是一定要拿 因為其實到時候 你沒有的時候 是會很狹狹 尤其是在長頭髮 如果你每天 扎起頭髮 你去埋身的時候 你會很痛苦 所以一定要拿 然後 另外就是一定要拿拖鞋 因為我呢 就本身 出院入院 我是穿著拖鞋的 那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拿 但是如果你是穿鞋的話 就記得拿拖鞋 然後就是一個大的暖壺 那你可以另外再拿炒閉茶過去 那到時 因為醫院有熱水的 那到時你就可以拿炒閉茶下去焗 那如果你是好像我這樣 家人不會幫你煮炒閉茶 每天拿過來的話 你都最好帶定一個 可以用來裝熱水 那到時你可以 喝完炒閉茶喝熱水 那還有可以用熱水去洗手 那些 因為譬如說你一定要用熟水的 那你可以拿 那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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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定我壞的也不重 大定幾塊 不過我就沒有用過 因為我沒有奶 那之後呢 就是 那之後呢 就是乳頭膏 那乳頭膏 其實就是 給賣生的時候 讓嬰兒咬損你的乳頭那時候用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其實塗了人奶也可以 我試過塗人奶 也是翌日 都不痛的了 都很癢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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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激了 黑了 之後就會掉在皮 那就沒事了 那但是因為人奶 其實我那時候 都很珍貴 那所以如果有 那時候那時候 剛好我有油 那我就會帶上去 那如果…你看一下 如果你… 你打算是買生 我人奶的 你是不是都會買的 那所以也可以帶上去 另外就是沙巾 戴上幾條沙巾 那時候是沾著她的口仔吃拉拉 抹一下她的口仔、抹一下麵仔 戴上幾條去 之後就是口罩 在公立醫院 馬麗躺在床時拉上簾 你是可以不戴口罩 但只要一落床 你去哪裏都好 就一定要戴口罩 不然會被姑娘罵 所以你可以戴上幾個 另外你就可以戴上口罩盒、套 戴完你要上床時脫 可以收起來 另外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要戴充電器 因為公立醫院 是理論上 是不讓你拿公家電來充電的 但當然你可以偷雞 他們應該都會當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有姑娘拿正來做 到時你就很麻煩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為免麻煩 我就戴上一個巨型的尿袋 插足全程 那時候姑娘看到都嚇一跳 整個磚頭 她就嚇一跳 她都說 我多怕沒有電話用 我覺得小時候都先拿好 之後就說一下 我覺得一些我戴了會不會用的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 積氣的廁所佔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是不會有時間 也都沒有心機 佔著一個床床座 如果要快的 你拿一瓶燒足汁 沒有一目去坐 更好 所以不需要買 之後就是一次性的 因為我用安稅庫 我記得我生之前沒有用安稅庫 我也有用過的 用了之後就沒有用過 我回到家的時候 當惡露少了的時候 沒有用安稅庫 我就是用一次性的安稅庫 因為它比較方便 就不用洗 就算怕 例如你用護墊 可能突然間惡露好像M 你不會知道流量 突然間流出來 那你就不用特地洗下 就這樣拿掉 所以我覺得可以買 但是不用戴 另外就是自己的睡衣 我覺得不需要 第一 醫院有三腿 其實是一些綁繩的袍 其實你不會換到 其實很奇怪 當你每個大肚子都是穿著袍 你自己穿自己的睡衣 你會覺得很古怪 所以不需要戴 然後就是餵奶巴 其實你住院那幾天 我住院那幾天 我什麼都沒有戴 因為其實你每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你要手劑帶 或者是埋身 基本上如果你戴了的話 就脫完就脫 脫完就脫 脫完就脫 其實是很累的 還有產後防是熱的 如果你塞它的頭 更加埋不到身 你很焦躁的時候會更熱 我試過熱得是整身汗 我是要整件上衣脫去 因為很辛苦 所以 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有買的 你可以帶一個去 做 做 屁股 但是 不需要特地帶很多過去 然後另外就是 那時候呢 我帶了一個 睡了 那時候呢 我帶了一個這些 那時候 那時候因為 我去醫院之前 我都覺得是順產的嘛 那呢 聽聞呢 順產完之後 傷口會很痛 那如果坐著這個東西 就會舒服一點 那因為我變得緊急開刀嘛 那就沒用過了 那我就試不到效果 那 那可以你們告訴我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 那後來呢 我就變了 是沾著它 放在大腿裡沾著它 來餵奶 那 但是其實它是很瓦炸的 那 我覺得 如果你的家裡有 戴無所謂 但是不需要特地買 因為其實 醫院 它有戴毛巾的 你捲起來放在大腿裡一樣 不需要特地買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就是 束縛帶 那呢 束縛帶我是 建議要買的 但是戴不戴呢 我就覺得是看個人的考量 因為那時候 生完呢 其實順產完開都可以戴束縛帶的 但是因為在醫院 其實是很辛苦 而且你也顧不到其他東西 那我就沒有再折磨自己 我就沒有再束了 我就回到家裡坐月才束 那看看你們自己覺得 但是我是覺得 回到家裡坐月的時候呢 就最好都是用束縛帶的 因為 你知道你的內臟 被鼻子托上去 那你生完之後呢 它會開始掉下來的 那如果你沒有戴束縛帶 你會感覺很不舒服的 你會有些東西在掉下來 握著握著握著 那它這一個就會束縛你的頭 那就會沒有了那種感覺 很奇怪 真的沒有了那種感覺 那我是覺得 我建議用 是舒服的 是的 但是就 我就 我就 不會戴了 如果再一次的話 那另外就是 上網看就說 戴廚房紙 本來我也是有汁的 後來我就拿走了 因為其實我都想不到 其實有什麼用 所以就沒有拿廚房紙 之後就是 BB的純水濕紙巾 那 其實如果你有帶沙布 幫它抹嘴抹面 其實就不需要特意帶純水的濕紙巾 對 你有沙巾就可以了 我覺得 然後另外就是 搓手液 搓手液 每一個床位其實都有 所以不需要特意帶它 好 接著我就說一下 出院要用的東西 剛才那些是入院用的 我入院出院的東西 我一次過戴了 因為其實出院的東西不到 出院就是一套BB衣服 連上手套 除非你一開始 已經決定不讓她戴手套 因為其實初生 她一出生的指甲已經很長 除非你在醫院的時候 已經幫她佔了指甲 如果不是 最好都戴上手套 如果不是她會摸 臉 就全部都是痕 所以我都建議 入院都最好戴上手套 她住院的時候都戴著 出院都另外拿著手套 但是帽子就不用了 因為其實醫院是有帽子 很有趣的 所以就不需要特意帶她 這個是瑪麗的帽子 真的很有趣 她現在還適合戴 另外就是自己的出院衣服 連下手套 連下手套和襪子 長衣長褲 因為你會知道 坐院是不能出風的 所以最好是長衣長褲 下手套和襪子 襪子都要戴上 還有就是包皮 包皮就是包著她 抱著出院的 以上就是我在醫院的時候 在走路袋有用到的東西 希望你們覺得有用吧 或者你們對我生完坐院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什麼想知道 都可以問我 或者看看你們有沒有興趣 知道我生完之後 經歷了什麼 我坐院的時候經歷了什麼 我培怨又怎樣 你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如果我有時間 我可以拍一下影片 和你們說一下 都可以和大家見面 這集就到這裡 我們say goodbye 拜拜 拜拜